妈 我表妹孩子满月 舅妈请我们去家里吃饭 我们随多少里可食啊 我记得环牛满月酒的时候 他们随了一百 我们回三百吧 好看一点 行 那我包三百 哦 对了 别空着手续 楼上买着烧鸡 再买点鲤子 这有什么酱油吗 大鸡大铃嘛 哦 还是妈想的周大呀 那我们走了啊 行 路上慢点啊 舅妈 恭喜喜得千斤啊 这带的什么东西啊 这买肉也不买点好的 最起码再买点牛肉驴肉吧 这带一只破烧鸡 也能当李铁呀 大吉大利嘛 这还有李子呢 就这没有了 哦 还有 还有这个 红包 来 去吧 豆豆 今天客人多 人手不够 你去厨房帮我做做饭吧 行啊 桃桃 你也别闲着 你不是开车了吗 去帮我把其他客人接过来吧 顺便搬点饮料过来啊 哦 好 就三百块钱 还好意思过来蹭吃蹭喝 走 走 走 恭喜 恭喜 恭喜啊大姨 恭喜恭喜 哎哟 第一个 恭喜大姨 大家都饿了吧 累不累啊 来 快坐 快坐 好 来 二娘去坐 好 好 来 坐 坐 坐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大姨也坐 来 先坐啊 豆豆 咱们呀就加点菜 坐在沙发上去吃吧 不用 我们还有事 咱先走吧 哎 哎 记得把那烧鸡带走 没人爱吃 我还怕放冰箱里占地方呢 来 大家吃啊 好 大姨 玩的 大家吃 回来了 这怎么了 别提了 到了舅妈那儿 我和童童忙前忙后的 又是做饭 又是免费当司机搬运工的 这到最后 连吃饭的位置都没有 给她买的烧鸡 她也看不上 还让我溜回来了 你们还没吃饭吗 是啊妈 我这会可饿了 家里还有饭吗 我以为你们不回来 就没做 这样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去给你煮包螺蛇粉 快吃吧 谢谢妈 吃完给我出去一趟 大家都吃点啊 你看红烧是红烧累积 大姨 你怎么也不留一下多多钱啊 就随了那么点点钱 都不够吃饭呢 我看她呀 这辈子就那样了 来吃饭啊 姐来了 快进来吃饭吧 你的饭我可不敢吃 红包拿来 哎哟姐 你误会我啦 红包拿来 姐 拿来 我儿媳妇 我儿媳妇什么样的人 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之前我孙女埋怨 你水一百 现在我儿媳妇水三百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你也说了那是之前 之前我家条件一般 你也不看看我家现在什么条件 这来来往往的客人啊 那可都是大款 包几个几千块钱的红包 那眼都不眨 你再看看豆豆 一股穷酸味 谁愿给这种 又穷又酷的亲戚沾边啊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豆豆和唐唐 条件虽然没你们好 但他们懂得礼商往来 去年我孙女埋怨 你们只随了一百 怎么 还想让他们随意签呀 你现在是有钱了 可在你创业受挫的时候 是豆豆和唐唐 二话没说 跑去给你们帮忙 要钱出钱 要力出力 要不是他们 你哪来到今天 这做人可不能太过分 豆豆和唐唐 是尊重你才来喝喜酒 给你捧茶 要是他们不尊重你 你啥也不是 这钱你拿着 自己连件衣服都不舍得买 干嘛便宜了那些 恍人不义的人啊 这一百还你 以后我们互不相欠 哎姐 这大老远来了 吃了饭再走吧 算了吧 你们家的碗太重 饭太会 我们吃不起 这亲戚 我们也高攀不起 羊豆豆 早餐呢 在我脸上呢 不妞呢 不妞起没起床 饿不饿 你这当妈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啊 你这当妈的也没管啊 凭什么让我这当妈的管啊 桌子也没擦 地也没扫 你能干什么呀 对 我就是什么都不会干 你能 那你都自己干呀 哎 妈 她最近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是吗 我看的挺好的呀 来吧 打楼打楼 那我走下吧 杨豆豆 你干嘛去了 花了我半年工资 结婚十多年 我还没为自己花我什么钱呢 从现在开始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你别管 你个败家娘 吃 吃 喂 杨豆豆 你去哪儿了 孩子一直闹着找妈妈 我根本招架不住啊 你赶紧回来看看吧 妈妈妈 孩子是没有爸爸吗 妈 一会儿咱们去做美甲吧 妈 我还没有做过美甲呢 行 你还知道回来呀 大班的花里胡哨 就以为你自己不是家庭主妇了 杨豆豆 你还知道自己是谁吗 豆豆他现在 可太清楚自己是谁了 就因为给你当免费保姆这些年 他怕自己都弄丢了 老公 你看 我在低摊买着他39 39就不是钱了 就你这满脸皱纹的黄脸不愿 穿啥都白的 老黄瓜刷绿梯 装什么嫩子你 饭呢 说你两句脑肉丢了 豆豆 我下周要回老家一趟 你一个人带孩子能忙得过来吗 怎么忙不过来 他在家又没自己的事可做 就做做家务 有什么可累的 他过他的生活 那谁来照顾波妞啊 照顾我们一家人的饮食起居 本来就是他的责任 杨豆豆 你真把自己当成新史大女性了 一把年纪了还要做自己 我告诉你 以后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 不就在外面挣了几个臭钱 真当自己是皇帝了 你那些钱 还是留着自己活活吧 豆豆他压根不稀罕 豆豆的学历不比你低 也没比你缺胳膊少腿 他也可以出去工作挣钱 你的生活里可以不只有家庭 豆豆也是 不是你把他当妻子 不你把他当母亲 我把他当儿媳 他就该心甘情愿的为咱们而活 他的人生 已经被围起绑架过了大半 从今以后 豆豆他 只为自己而活